东电计划获批核污染水明春将排向大海 日本又一次对人类犯下罪行 当地时间7月22日上午 日本原子能硅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东京电力公司 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这意味着 东电于明年春季开始向大海排放核污染水的计划 只需在获得福岛县地方政府同意 即可实施 上述委员会5月对排放计划的审查书草案进行了确认 称内容没有问题 之后进入公开征集意见环节 该委员会7月22日对征集到的1200多份意见进行讨论 认为东电的应对妥当 认可核污水排海计划 实际上 在这个审批程序完成之前 东电于今年4月底已经开始对海底隧道排水管道的施工 7月17日东电宣布排水管道已基本建成 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如今已积累达137万吨 如果这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必将对整个太平洋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海洋生物资源将遭毁灭性打击 亚太地区民众健康将受严重影响 显而易见 日本这么做损人不利己 作为渔业大国和吃鱼大国 核污染水入海的最大受害者 必然是日本自身的国民和相关产业 这种危害并非只停留在预测 而是得到了实证 例如 日本厚生劳动省2022年2月8日发布消息称 日本福岛县近海捕获的一种名叫许氏平游的海鱼 再次检测出辐射严重超标 检测结果显示 这种鱼所含放射性色活度达到每千克1400贝克勒尔 远远超过每千克100贝克勒尔的日本食品卫生标准 其实 福岛县近海捕获的许氏平游 在去年2月和4月 就曾出现放射性物质超标的情况 也一度被暂停上市销售 但去年12月 停售的限制被取消 这次 日本政府在指示福岛县暂停上市销售这种海鱼 然而 东电为了推行其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在辐射鱼的事实面前选择掩耳盗铃 2022年3月 东电宣布将从今年9月前后起 试验用核污染水饲养笔木鱼和鲍鱼等 并比较在海水和核污染水中 鱼被类的成长情况 调查其体内的穿活度等 3月17日 东电就开始在核电站用地内的水槽里 饲养约100条体长25厘米左右的笔木鱼进行练习 这种令人匪备所思的作秀遭到了日本国内学者的反对 日本龙谷大学政策学部教授大导坚一表示 日本居民尤其是养殖类从业者 对政府的诉求只有一个 就是政府必须证明排污入海后 可以确保海洋环境安全性不被破坏 不会影响到出口渔业 对民众的健康安全有保障 只用几条鱼的安全来证明超百万吨核污染水排到太平洋后 不会带来任何破坏 非常荒谬 按照东电的说法 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前 放射性有害物沥穿的含量 将被稀释至日本国家标准的四十分之一 WHO引用水标准的约七分之一 可笑的是 2020年9月 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视察福岛第一核电站时 身边的东电工作人员举着一杯处理过的核污染水称能喝 但菅义伟最终并没有喝下去 2011年3月11日 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强烈地震并触发海啸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灾难性辐射泄漏 核电站内一号机组和三号机组反应堆冷却系统损毁 核燃料融化 为控制反应堆温度 东电注入大量冷却水 因而产生含有辐射物质的污水 福岛核电站自2011年以来 平均每天产生170吨污水 如何处理这些污水 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 早在2019年9月 时任日本环境大臣袁田一昭说 他认为东电应该把福岛核电站 辐射污水排入太平洋 当时正值日本政府委派专家组 评估福岛污水处理方案之际 原田跳出来发表所谓个人意见 认为排污入海别无选择 实际上 日本政府并非没有别的方案可以考虑 其他污水处理方案包括蒸发后排入大气 埋入地底深处 在核电站内兴建储水罐等 不过排入大海是所有方案中成本最低 最为便捷的 也成为2021年4月日本政府的选择 尽管日本大量国民 国内渔业团体等强烈反对这一处理方案 中韩等邻国也强烈反对和质疑 日本政府依然无视反对声音 我行我速推进该方案的落实 按照计划 这些核污染水全部排完需要数十年时间 日本政府近年来 一方面支持东电的排污入海计划 另一方面不断甩锅 2022年6月17日 日本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 对日本福岛县居民提起的四起集体诉讼做出裁决 宣判政府无责 由东电承担赔偿 且在以后的同类型诉讼中 日本政府都不承担责任 这是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对于福岛和事故中 日本政府的相关责任做出判决 此次判决有可能对目前在日本全国进行的 其他约30起类似案件产生影响 而目前 日本政府对排污入海计划的行政审批程序 执行得非常快 引起人们对该计划提早实施的担忧 面对日本损害全人类利益的行动 加速落实 国际社会是否能有实际的力量对其加速阻止 2022年4月27日 日本政府和东电宣布 核污染水储存罐容量极限的到达时间 预计从2023年春季推迟至同年秋季 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多出了几个月时间来阻止核污染水入海的发生 关于日本原子能硅制委员会对东电计划的批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7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日方这种制各方关切于不顾 企图制造既定事实的做法 极其不负责任 福岛核污染水处置 关乎全球海洋环境和环太平洋国家的公众健康 绝不是日本溢价的私事 如果日方执意将自身的私利凌驾于国际公共利益之上 执意要迈出危险的一步 必将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代价 留下历史污点